这绝对是全世界最贵的午餐 最贵的午餐不在于你吃什么 可是和什么人吃 就好比你跟古神拉菲特吃饭 最简单的牛排也有好几千万 近日一位本市的神秘富豪 以四千万天价拍下了号称 投资界比赌的拉菲特先生的午餐 这也是拉菲特先生继金融峰会之后 第一次以诗人的身份照访中国 《朝经新闻》第一时间任您报道 来吧 来个大腰子 我呀最近龙虾鲍鱼吃得有点顶了 就好这一口 哦 请请 二 巴鲍鲍 嗯 Mr. Wang said he prepared local specialties for you Yes very nice Mr. Wang I want to咨询个那个优虚 亏得最惨的一次投资是what what 我没人明白没意思 我想花钱买点教训 不用这么大声 他是听不懂不是听不见 他想听你的商业失败 如果你想听你的商业失败 你应该买凯暖鱼给受费 我只教了人们成功 人家只会教你怎么成功 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那我就没有问题了 不对了 你再帮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 他这午餐能包月儿吗 好 没有人这样问的 这样太失礼了 你必须再帮我问 这个问题对我非常重要 我 我的天 先生 想问 他能够买你每天的饭吃饭吗 什么 那真可憐 你先生 真可憐 先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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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地方 真可憐 我对不起 我打扰 先生 走 你搞什么 我就说想很没有礼貌 我怎么没礼貌了 我证固他生意他还不得意了 你花了好几千万把人家大老人请来这里 就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你知道多少人想向他请教 等 你告诉他 我钱都给他打过去了 他就算没吃饱 钱也不用推 先生 等一下